前段时间,陈晓和陈妍希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从当初陈晓的满眼爱意到如今说的冷漠 也是让大家看到了陈晓婚后过得并不幸福 前不久,有狗仔爆料称陈晓与陈妍希已经在走离婚程序 虽然这件事本人没有出面解释 但还是遭到了大家的证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几乎每一年都会传出陈晓和陈妍希感情生变的消息 但双方都没有出面解释这件事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如今,再看这件事 狗仔却表示离婚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陈晓更是拉黑了陈妍希 一个人搬去了公司住 从狗仔的爆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陈晓确实做得很绝对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看到两人同框的画面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次离婚肯定就是真实的 之前就有网友看出陈晓在结婚后 眼神已经没有了光 从最初的满眼爱意到如今的冷漠对待 似乎真的能够看得出两人已经没有了爱意 对于陈晓眼睛没有光这件事 陈妍希是这样回复的 她又不是奥特曼 眼里怎么会有光呢 可能对于陈妍希来说 两个人的婚姻自己说了算 也只有他们彼此才能真正感受到彼此的爱意 近日陈晓和陈妍希这对曾经令人称现的夫妻 婚姻关系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甚至面临着离婚的风险 让无数粉丝和吃瓜群众唏嘘不已 陈晓和陈妍希的爱情故事 曾经如同童话般美好 他们因细节缘 在剧中的甜蜜互动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 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上那经典的投沙吻 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爱情最美的模样 如今他们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据多方消息透露 两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三观不合和底线不同 陈晓是一个相对内敛 注重隐私的人 他不希望家里的私事被外人知道并且妄加议论 而陈妍希则似乎没有那么强的隐私意识 几次三番地把家里的事情跟朋友们分享 导致他们的家事人尽皆知 就拿孩子的教育问题来说吧 陈晓可能希望给孩子一个相对低调 平静的成长环境 不希望孩子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但陈妍希或许在与朋友的交流中 无意间透露了孩子的一些生活细节 这无疑违背了陈晓的意愿 也为他们的关系埋下了隐患 陈晓对于陈妍希的社交方式 特别是和台湾省的朋友的交往方式也很看不惯 陈妍希为了照顾陈晓的情绪 带着孩子和陈晓一起住在内地 并且努力和以前的朋友保持距离 这原本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 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但后来陈晓发现 每次只要他和陈妍希一吵架 陈妍希就会跑去找他以前的朋友放纵 让陈晓一个人生闷气 这种处理矛盾的方式 无疑让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就像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 夫妻吵架后一方选择逃避 或者向外寻求安慰 而不是与伴侣共同解决问题 往往会让矛盾越积越深 比如身边有一对夫妻 每次吵架后 妻子总是跑回娘家向父母诉苦 而不是与丈夫心平气和的沟通 久而久之 丈夫觉得妻子不重视他们之间的问题 妻子觉得丈夫不理解他的委屈 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陈晓智问陈妍希 为什么要把家里的事情 告诉那群疯子到处传播 陈妍希则指责陈晓冷战 逼得自己只能找朋友问及策 这样的互相指责 让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 陈妍希给陈晓发了很多 自己和朋友聚会疯完的照片 彻底激怒了陈晓 陈晓一气之下找到了律师 正式开始走离婚的流程 这一事件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在感叹的同时 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婚姻究竟是什么 是激情过后的平淡相守 还是相互理解包容与支持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常常只看到了爱情的美好开端 却忽略了经营婚姻的艰辛过程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危机告诉我们 即使是明星夫妻也会面临着和普通人一样的问题和挑战 相互尊重和理解在婚姻中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陈妍希能够尊重陈晓对于隐私的重视 如果陈晓能够理解陈妍希对于社交的需求 或许他们的婚姻不会走到这一步 有效的沟通也是维系婚姻的关键 当矛盾出现时 双方应该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交流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而不是选择冷战或者逃避 我们在吃瓜的同时 也应该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教训 愿每一对夫妻都能用心经营自己的婚姻 珍惜身边的人 让爱情之花长久绽放 娱乐圈的聚光灯总是无情地照射着明星们的生活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 甚至被过度解读 在这样的环境下 维持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显得尤为艰难 比如 有些明星夫妻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分居两地 相聚的时间少之又少 感情逐渐变得淡薄 而陈晓和陈妍希虽然生活在一起 但外界的关注和舆论压力 无疑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吃瓜群众来说 或许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明星的婚姻 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 就对他们的感情生活过度苛责或者随意猜测 毕竟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有着自己的情感和烦恼 我们在关注他们的同时 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夫妻是因为类似的问题而分道扬镳的呢 也许是因为一方过于自我忽视了对方的感受 也许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 让小矛盾逐渐积累成了大问题 想起我的一个朋友 他和他的丈夫原本感情很好 但随着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压力 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丈夫总是把工作中的烦恼带回家 却不愿意和妻子分享 妻子则总是抱怨丈夫不关心家庭 最终 他们的婚姻也走向了破裂 从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危机中 我们还能看到原生家庭对个人性格和婚姻观念的影响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都会在婚姻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如果双方的原生家庭背景差异较大 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也给婚姻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今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 对婚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而是追求更加平等和谐的夫妻关系 但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双方不能同步成长 共同适应新的变化也容易产生矛盾 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危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更是反映了当今社会中许多夫妻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希望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婚姻 学会在爱中成长 在成长中更好的去爱 自2015年公开恋情以来 就以其甜蜜的互动和深厚的感情 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喜爱 他们的关系不仅在荧幕前展现了令人羡慕的和谐 更是私下里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典范 无论是红毯上的携手 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温馨瞬间 陈晓和陈妍希都向外界证明了 真爱确实存在 并且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6月19日 狗仔在直播中爆料称 陈晓与陈妍希夫妇的婚姻已经破裂 陈晓目前一心想要离婚 截至发稿 双方当事人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在直播中 狗仔爆料称 陈晓和陈妍希的感情 在2023年年底时已经破裂 陈晓不仅提出了离婚 还表示愿意净身出户 然而 具体的离婚原因并未透露 据称 陈妍希试图与陈晓沟沟通 但遭到陈晓的拉黑 导致双方只能通过第三方工作人员进行联络 陈晓和陈妍希 因戏剧结缘 曾高调宣布恋情 如今却在双方社交平台上找不到对方的名字 他们的十年情路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令人感慨万千 第一个重要节点自然是双方因戏结缘 共同合作拍摄神雕侠侣 可谓命中注定 于正主导的神雕侠侣项目 见证了陈晓和陈妍希的合作 这段经历实属不易 可以说是克服重重困难 可谓是命中注定 于正曾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陈妍希并非神雕侠侣小龙女的首选 起初于正想邀请Angela Baby出演 但她临时无法出演 接着于正考虑了吴锦妍 但吴锦妍的经纪公司告知档期不合 由此可见陈妍希最多是第三个选择 试想如果Angela Baby和吴锦妍其中一人接演 陈晓和陈妍希或许就不会相识相处 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段感情了 此外于正曾透露 袁珊珊曾此演《神雕侠侣》 她给出的理由并不是自己不想演 而是建议于正选择一位名气更大的女星 这样对陈晓的帮助会更大 试想如果当初不是袁珊珊如此高风亮节 出演这部剧的就不会是陈妍希了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她们恋爱后的官宣 2015年8月27日 陈晓半开玩笑地写道 总有一天你会跟我姓 陈妍希以三颗星回应 她们的照片也别具创意 各自用手比出半颗心 合在一起刚好是一颗完整的心 因此可以推测 两人的感情因缘自《神雕侠侣》的拍摄期间 在拍摄过程中 陈晓曾接受媒体采访提及陈妍希时 她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她 还不错 就觉得很好 很了得来 这表明 陈晓当时已经对陈妍希有了好感 而于正这个大嘴巴 在《神雕侠侣》播出时 曾侧面提到过《投资4亿》的电视剧 女主角是按照陈晓喜欢的标准挑选的 双方合作的作品中 真正能称得上《投资4亿》的 大概也只有《神雕侠侣》了吧 由此可见 陈妍希出演《神雕侠侣》 或许真是陈晓清点的 第三个重要节点是陈晓在巴黎求婚成功后 二人于2016年7月5日在安徽合肥领取结婚证 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 身份不同 对待感情的方式自然也有差异 事实上 从结婚这一事件来看 也为现今的婚姻危机埋下了隐患 无论是你会跟我性的爱情宣言 还是选择在陈晓的老家安徽合肥登记结婚 都能看出陈晓在两人的关系中占据主动 显得相对强势 然而 别忘了 他们属于异地婚姻 陈妍希家在中国台湾 不可能随时在内地陪伴陈晓 而陈晓也不大可能成为上门女婿 定居在中国台湾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重要时刻是孩子的诞生 从7月19日举办婚礼 到当年12月20日 儿子在中国台北出生 再到2021年 陈妍希为儿子星星庆祝生日 这对夫妻无疑共同经历了五年的甜蜜婚姻生活 如果狗仔的爆料属实 那么很可能在去年年底 陈晓和他的妻子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之前两人的婚姻可能就已经岌岌可危 他们的公开互动和同框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需要留意的是 陈晓和陈妍希两人婚后并无涉及捕风捉影 毫无根据的谣言 因此即便婚姻关系破裂 也与第三者无关 总结起来 明星夫妻们的感情破裂 往往不可避免地与长期风格有关 这是一位已经在婚的当红演员 在一次饭局上推薪致富的话 他将演员称为反人性的职业 因为表演需要全身心投入 他表示 在拍戏过程中 可能会渐渐产生真实的情感 也可能在第一场戏中 就被导演要求饰演相恋多年的情侣 现实生活中的明星夫妻 尤其是那些一线明星 一年到头都面临巨少离多的挑战 他们常常全年无休地奔波于各个影视城和剧组 夫妻双方几乎没有时间相聚 难以交流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分离容易导致感情变淡 从而增加婚姻危机的风险 陈晓和陈妍希结婚后 虽然陈晓尽力减少工作 但他还是接了不少电视剧 他参演了多部作品 比如2015年的《大汉情缘之云中歌》 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以及2016年的《无暑闹东京》 2017年更是忙碌 出演了《遇见爱情》的丽先生 《大秦帝国之崛起》 《云颠之上》 《那年花开》 《月正元》和《红强威五部剧集》 此后的每一年 陈晓都有多部电视剧作品播出 这表明在婚后的过去十年中 陈晓一直非常忙碌 即使每年只拍两部戏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投入到剧组工作中 陈妍希这些年在承担母亲角色 照顾孩子的同时 虽然减少了工作量 但依然创作了《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 《温暖的甜蜜的》 《但愿人长久》等作品 今年初他的电影《亲爱的仇敌》已经开机 婚后参演电影超过十部 包括今年五一档期的《穿过月亮岛旅行》 以及即将上映的《云边有个小卖部》 希望最终能证明狗仔的爆料是虚假的 俗话说得好 宁可拆十座庙 不愿破译装婚 但如果爆料确实属实 也无需过于惋惜 感情一旦破裂 婚姻也只成了空壳 或许分开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